臺灣的戲劇男神賀君翔好久不見囉 最近呢他返回臺灣來參與中小品牌的新品發表會 那他表示最近長年呢其實都待在大陸拍戲 閒賞回到臺灣 那每一天開工呢會需要一些能量的補充對不對 就是跟他的女兒視訊開啟了一天滿滿的精神 所以有女兒就跟他說爸爸加油 他就覺得非常非常的欣慰 擁有才知大師之稱的雷達錶 近期在臺北展出全新系列萬錶 這次特別將現場打造成城市豪華露營場 將品牌的風格融入生活之中 成為承載全新技藝的專屬萬錶 很久沒有在臺灣公開亮相的男神賀君翔 願意一襲淺棕色格紋西裝 搭配品牌主打系列萬錶 展現獨一無二的新歌魅力 哈囉 現場的媒體大家好 好久不見 我請問書翔 除了受邀演藝品牌探索城市的生活風格之外 賀君翔也在現場小秀重泡咖啡的功力 感覺怎麼樣這個是深風肺還是重風肺 還是清風肺還是深風肺 待會兒如果看我們的咖啡是夜行 你會知道一下今天的 現在大家要注意了 我們手衝咖啡的技巧 還有一個巧妙就是要看那個 達人就是用這個咖啡圖 來聽咖啡的 近期工作壓力爆表的賀豬翔 看到自己最寶貝的女兒沒爆 瞬間把所有壓力拋到腦後 大聊女兒的可愛心境 其實女兒比較黏媽媽 然後需要爸爸保護的時候 才會黏爸爸 對 會跟爸爸相交嗎 會 偶爾會 對 然後有 但是現在比較會耍脾氣 可能我希望她親我的時候 她就越不要 然後我就會哭給她看 那哭給她看 她就會才親我這樣 對 女兒現在滿調皮的 除了即將在中國上檔新戲之外 賀君祥也表示希望接下來 有機會在台灣拍戲 帶給台灣的觀眾新的作品